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七篇第四十九章 强强相撞 是疯子 那个疯子来了快逃 屠 屏幕上的深灰色战衣黑色短发青年 冷漠走在街道上 一道金色的鱼儿 肆虐的吐鲁的一群天才高手 尸体抛飞 鲜血染红的这条寂静的街道 一选战中 罗锋的一幕幕杀戮场景不断播放着 他就是被无数天才 惊恐称之为疯子的绝世天才罗锋 一日隐藏实力的他 进入擂台决战 终于使用出他真正的兵器 眼神兵一路横扫 无可辟敌 野人 不承认我不是你的对手 我不想和你交战 不想战也得战 一道浑厚有力的声音响起 直接那赤落着大脚丫 左右三米多高的野人壮汗 瞬间一晃便近身 手中看似轻飘飘的战刀 却仿佛内藏着一座座高山 直接劈开对方的抵抗 将对方直接轰杀致死 野人荣军的一幕幕杀炉场景 也在不断的播放 他就是单单靠气势 就令无数高手委屈 称之为野人的绝世天才 荣军 从预险到擂台群战 擂台决战 手持一柄战刀 杀死一切目标 至今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住他 他们俩 疯子罗锋 野人荣军 在擂台决战第四轮 兵号0001号岛屿上 即将进行一场巅峰对决 一个疯子 一个野人 谁更强 是疯子将野人横扫 还是野人将疯子劈死 一切尽心期待 擂台决战第四轮 他们二人的巅峰对决 一部长达15分钟左右的宣传片 出现在虚拟宇宙公司官网 潜污站的首页上 能够弄到预险中视频的 唯有虚拟宇宙公司本身 这宣传片一出来 顿时引起了 潜污宇宙无数人的下载 迅速的传遍整个宇宙国 沸腾了 潜污宇宙国无数人 去抢购这一场战斗的门票 虽然擂台决战第四轮 有很多场对决 可真正让人期待的是 其中49场 这49场中 都是跨入法则门槛的爵士天才 而论气势 疯子罗锋和野人荣军 更是其中佼佼者 他们二人这一战 被安排在0001号岛屿上 门票也是最贵的 可是 想要来购买这一战门票的人 也是最多的 特别是那宣传编传播开去 疯子和野人的外号 立即传遍亿万星系 这一战令无数人为之期待 时间终于到来 华夏时间2066年7月26日 虚拟宇宙中为巨幅斗舞场开辟的 未免空间中 那编号0001号岛屿上 一场爵士天才的对决即将开始 对战的双方分别是 疯子罗锋和野人荣军 疯子野人罗锋荣军 整个斗舞场 实意作为 作物虚习 战斗还没开始 只是斗舞场中央大屏幕上 播放几宣传片 就令无数观众激动的 为自己崇拜的人欢呼 特别是黑龙山帝国和京剑帝国的观众 更是为自己帝国骄傲而欢呼 同一刻 斗舞场的准备厅中 罗锋依旧穿着深灰色战衣 背负着暗金色长棍 出现在准备厅中 这准备厅中只有两个座位 只见一旁的侍者 联盟上来热情道 罗锋先生 请正面休息 等会战斗就要开始了 韩手点头 罗锋直接走到座位那边坐下 耳边能够清晰听到 斗舞场那传来的海啸般的欢呼声 呼 一道人影突兀出现 罗锋睁开眼看去 这是一个魁梧的壮汉 依旧赤裸着大脚丫 头发乱糟糟的 可是他站在那儿 却是一种无形的气势 仿佛他就是天地 那股自然携带的霸道十足的气势 让罗锋眉头微皱 之前看到他 一个是在斗舞场远处摇看 还有是观看视频 没想到 面对面 这人气势如此强 气势从一定程度上 就反映了他的性格 生物是有气场的 如果气场变得无比强烈 让人轻易感觉到 那就能够称之为气势 气势 是很广泛的一个词 比如地球上普通人种 身材瘦弱的人 遇到一个体格魁梧 凶悍的汉匪 能够感觉到对方 给自己带来的压力 强大意志 意志坚定 实力强大等等 都会产生气势 如罗锋 见如今的他 在地球上荒野虚静修时 自然散发的意志威亚 就是再厉害的怪兽 都不敢靠近 容军先生 请这位休息 等会战斗就要开始了 试着连去迎接 嗯 野人青年 直接坐在 罗锋对面的位置 二人相对而坐 野人青年 一双胡木争的 仿佛有两道电芒射出 让人不敢对视 而罗锋坐在那 却仿佛一座死火山 寂静 冰冷 煞气盈盈 让人不敢轻易触碰 你就是罗锋 锋子罗锋 青年人的声音 是浑厚有力 闭眼冷漠 镜坐的罗锋 突然睁开眼 看向野人青年 如果有人对照 罗锋和荆角巨兽 就会发现 罗锋的眼神 和荆角巨兽 几乎一模一样 冰冷 而充满试杀 野人青年 心底暗惊 这个风子 煞气豪重啊 有事 罗锋开口 是 野人青年点头 双眸盯住罗锋 轮回战 我很有兴趣 九千三百七十四场轮回战 这种高密度的对决 对我的修炼很有用途 我一定会去参加 罗锋眉头微皱 这个野人熊军 说要参加轮回战 什么意思 你要认输 罗锋看着野人青年 不 野人青年盯着罗锋 我从来没有认输的想法 不过 我会先击败你 然后自杀去参加轮回战 击败我 再自杀 罗锋 瞳孔一缩 那名额对我没有任何的难度 野人青年咧嘴 整个人有着一股强烈的战意 我需要的是战斗 一场场的战斗 不断磨练我自己 提高我自己 所以罗锋 希望你别让我失望 别一下子就被我击败 准备听懂 罗锋又闭上眼睛 冷声的说道 放心 我会直接去杀你 送你去参加轮回战的 哦 我很期待 野人青年咧嘴一笑 闭眼冷漠坐着的罗锋 听到这话 嘴角也露出了一丝笑意 就简单几句对话 罗锋 荣军都对于对手有了好感 他们二人骨子里是一种人 绝对自信 不轻易认输 百折不挠的人 战吧 战吧 罗锋 荣军都感到对方的强烈的战意 以及绝对的信心 罗锋先生 荣军先生 请到通道准备 马上就要进入斗舞场了 试者联盟过来 小心翼翼的道 嗯 罗锋也能青年同时站起 二人相视一眼 都感觉到对方眼中 银寒的熊熊战意 随即都直接跑通道走去 斗舞场内 坐无虚席 宛若人的海洋 来自上语星系的各种族人们 欢呼声高亢起来 来自黑龙森帝国的疯子罗锋 来自京剑帝国的野人龙军 他们俩正一道走来 解说员是一名男子 声音非常响亮 疯子 疯子 野人 野人 来自上语星系的观众们 欢呼雀跃 无比兴奋 相比于本名 反而这外号 令无数人迅速接受 场内 罗锋和荣军遥遥相对 擂台决战规矩 两位都知道吧 解说员 看向二人 这一战是决出最终名额的一战 你们俩的胜者 可以得到一个名额 而失败者 就要打入战败主 进行漫城的轮回战 两位都明白了吗 那现在 转道开始 随着一声低喝 声音回荡在整个斗舞场 解说员瞬间消失不见 整个斗舞场 十亿观众 也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盯着 斗舞场上空放大后的二人 当听到开始 一直控制自己的疯子 罗锋和野人荣军 几乎同时爆发出气势 强者平常都是收敛自己的气势 就像罗锋和家人 生活在一起 怎么可能随便爆发煞气 而向借助强者 就算收敛 可一个眼神 稍微蕴含点意志压力 就会令恒星级对手的灵魂 直接承受不了而崩溃 战斗 斗的就是信念和意志 凭借强大气势 直接压迫的对手 心生惊恐 影响到对手 这样当然对自己战斗有利 不管是荣军还是罗锋 之前都没有遇到这么强大的对手 所以二人不约而同 都同时迸发出自己的气势 想要从气势上 直接影响对方的信念 让对方产生害怕 惟惧情绪 只有有那么一丝情绪 对方实力 恐怕十成 只能发挥出六七成 哄 罗锋双眸 变得欲下冰冷 一股无形 而让人心颤的煞气迷茫开去 蕴含罗锋意志的气势 直接压迫向远方的对手 让人恍惚间感觉 罗锋就仿佛一头冰冷 而誓杀的绝世凶兽 正盘踞在那 俯瞰的对手 哈哈哈哈哈哈 野人青年发出痛快的笑声 乱糟糟的头发下 一双仿佛神灵的双眸 锁定罗锋 罗锋 站吧 站吧 一股无比强烈的肃杀的气势 直接散发开来 野人青年的强烈战役中 云含着他的意志 无比坚定 无可撼动 气势的彼此蹦撞 一致的相互触碰 都感觉到对手的强悍 轰 轰 一道道 耀眼锋利如剑的金色气流 一道道厚重如山脉的土黄色气流 瞬间分别以罗锋 荣军这两大对手为中心 散发开来 我说 春室星空第七篇 第五十章 疯狂 野蛮 站吧 站吧 野人青年 仿佛宇宙中的战神 咆哮着 双眸盈盈泛红 在对方的影响下 罗锋双眸 欲驾冰冷 整个人仿佛 不断收敛压制的凶兽 夸 拔刀 冲刺 野人青年赤裸的大脚丫 每一步都重有千万斤 直径超过十公里的擂台 整个阵颤了起来 仅仅迈出两步 体型魁梧的男人青年 就已经到了罗锋的面前 那一柄战刀 蕴含着土黄色气流 直接劈向罗锋 脚踏顿天缩的罗锋 猛的一个呼吸后退 双眸一愣 牙缝中挤出了一个字 啥 一缕金光 从罗锋背后的 暗金色长棍中飞出 那九柄金色小剑上面 繁复密纹迅速流动 根根金丝流窜 形成一个个完整的整体 迅速融合成一柄金色幻剑 和两个月前 欲显示不同的是 现如今 罗锋操控金色的剑 更加的熟练 哼 一道金色红光 射向野人青年 破 野人青年面色正宁 低吼一声 恶狠狠的直接朝向 罗锋的金色红光提起 在野人青年周围 土黄色气流 笼罩压制下 随着罗锋眼眸中 寒光一闪 那金色红光依旧瞬间变相 欲要躲开这一刀 登 明明好像要躲开了 可是那战刀仿佛凭空 横移数寸 直接狠狠斩在金色红光上 令金色红光 直接被斩的往后抛开 整个金色的换剑都被震颤了一番 似乎要散架似的 野人青年也是不由后退一步 握住战刀的大手也是松了松 大戈尔哥说的没错 这家伙的刀还真重 还没有一个人 能一刀披着我的金色幻剑 差点解体 远处在半空中 遥控金色幻剑的罗锋 面子微变 金 赤 杨志刚 野人青年伸出舌头 舔直了那厚厚的嘴唇 随即猛然 杨头咆哮一声 似乎极其的兴奋 野人 野人 斗舞场上 十亿观众 无数人都被气氛感染 个个声嘶力竭咆哮起来 场内 去死 罗锋确实冰冷 不为所动 冷哼一声 顿时悬浮着的金色幻剑 再一次猛的加速 画了一道金色的剑红 似像野人青年 发出咆哮的野人青年 反而迈着大舞冲了过来 步伐变换 深情诡异的一次次闪躲 简直是变化莫测 迅速迫近罗锋 不管如何 都不能让他近身 罗锋脚踏顿天苏 拉开和对手的距离 景色幻见一次次冲向 野人青年 当当当当当当 一次次硬碰硬的撞击 好似地动山摇 可是那野人青年 却借助蹦撞的力量 改变前进的方向 迅速朝罗锋破镜 拒之到了他们这种程度 一闪身 就是数百米 千米的距离 而罗锋却不能离得太远 离得太远 操控其念力兵器 会很吃力 这就令野人青年 有机会 近身攻击 罗锋毕竟是掌控者 擅长远攻 而非近战 好厉害的身法 罗锋努力一次次闪躲 非常的危险 静好凭借着 精知本源法则的感悟 使用其顿天梭 更加的轻松如意 速度才更快 更灵活 这位罗锋逃得好快啊 野人青年心中也是焦急 平常 我能瞬间静身击杀掌控者 可是 这罗锋脚踏念力兵器 一种非常灵活 非常快 每一次都被他夺掉 斗舞场的观众旗上 十亿观众们 完全看待了 这两个对手 一个强大野蛮横冲直撞 步伐诡异 仿佛无可批敌的战神 一次次追杀向罗锋 而另外一个 仿佛优雅的大师 一次次飘逸闪躲 避开对手一次次净身攻击 让对手一直在做无用功 同时 还操控念力兵器 进行一次次的轰杀 完全两个风格 一个是野蛮舞者 一个是远程轰炸 野人太强了 这疯子 只要闪躲慢一点 被一刀劈中 恐怕就完蛋了 不过真巧 每一次一蒙印 那野人的身体都受到反正 恐怕早就受伤了 持续下去 野人肯定完蛋 不管斗舞场上 十亿观众 还是通过转播观看的 无数星星的人们 到底怎么认定 而在场中的罗峰和荣军 都明白对手的难缠 闪电般的一次次对轰 持续了仅仅一分钟 便停了下来 野人青年站在擂台上 遥望着远处的罗峰 而罗峰也停下来 没继续进攻 我的手 野人青年眉头微皱 感觉到整个右臂酸麻 右手虎口已经裂开 一次次硬碰硬 每次冲击是非常可怕的 若是一般天才 单单一个硬碰硬 就得手臂震碎 像之前罗峰使用的金色幻剑 一招轰出 都是直接将对手轰的手臂锻裂 作为九大神兵的眼神兵 结合法则感悟施展出的攻击 那威力何等可怕 而野人 也是以野蛮凶悍著名 每一刀直接披上对方手臂锻裂 死的不能再死 两个强硬的人 硬碰硬 连续持续数十次撞击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再这么下去 右手就废掉了 野人青年死死的盯着罗峰 每一次反阵 我都得受他 而他是精神念尸 反阵作用 根本不在他的身上 我吃亏 天空中 身着深灰色战役的罗峰 也是安静 连续数十次全力轰击 他竟然一点尸心都没有 使用眼神兵 全力攻击时 非常消耗念力 数十次轰击 我的念力消耗都过半了 如果是在现实中 一切有缘和提供 念力供应 根本不担心念力消耗完 可现在 是在虚拟宇宙世界 这身体是 虚拟宇宙公司设定城 每个人的身体念力都一样 虽然每时每刻念力 都在自动恢复 补充一些 可是这种补充 属于恒星级九届精神念识的 正常补充念力速度 是无法和精小巨兽 缘和相比的 遇到困难了 野人青年右手受伤 已经不敢再持续硬碰硬 罗锋念力消耗过半 也不敢这么硬碰硬的玩下去 怎么办 并悉 斗舞场内安静下来 二人摇砍 而在斗舞场的观众席上 十亿人也安静下来 而前无宇宙国 观看这场巅峰对决 转播的亿万宇宙人类们 更是忐忑紧张的期待着 虚拟宇宙 前无大陆上空的 一座巨大浮空岛上 其中一座最为高大的建筑 在这栋建筑中 一个超大厅内 整个大厅的地面 是一种幽黑色的 奇异的晶石铺就而成 晶石表面 呈现64面切割 闪烁着让人魅惑心灵的光泽 这令整个大厅自然而然 有了一种奇异的气息 一切变得不真实了 无数的王座分散开 有续排列开 在大厅最前方正有的一屏幕 屏幕上正播放着 罗锋荣军的对战 虚拟宇宙公司将他们两个放在 0001号岛上 这两个小家伙 实力还行 不过应该算不上 我们潜污宇宙国 这一届最顶尖水准吧 这点实力 还不到前十万 不过 还在第一碗左右 差不多了 密密麻麻 分散开在王座上 有些王座上 做的一些人 或男或女 或高大或矮小 或老者或孩童 气息都是炙热无比 或是冰冷心寒 这一群寿命 无比悠长 百前无宇宙国 占据最顶尖位置的一群存在们 随意谈论着 没意思 还以为能有点惊喜呢 跟往前水准差不多 一般般呢 这群伟大的存在们 很随意的说着 都无常住 罗锋和野人青年 只是沉默的仅仅二十秒钟左右 便不再沉默 因为擂台决战 最多持续五分钟 时间拖得越久 站住空间越小 对于需要不断闪躲 拉开距离的罗锋而言 将会非常的不利 在眼神兵的连续轰击下 你都能挡住 罗锋双眸闪烁的思思的疯狂 我佩服你 所以 罗锋双手虚身 摇指野人青年 一串金光 从罗锋背后的暗金色长棍飞出 而后在半空中迅速组合 这一幕令整个斗舞场 令观看转播的无数观众 乃至于一些伟大的不朽 存在都眼睛一亮 什么 野人青年脸上难掩震惊之色 第二笔金色幻剑 是的 罗锋面前早就悬浮的一开始 就组合形成的金色幻剑 而此刻在半空中又一柄金色幻剑组合形成 成 罗锋咬牙 灭色正理 意识反而控制两柄幻剑全力支撑着两柄幻剑的存在 眼神兵本名九天魂天炎 施展起来共分九重 第一处幻剑式 第二处刺天式 其中这第一重最简单 就算不懂得法则感悟的御主 也能凭借强大的念力 强行组合而成 当然 当念力不够强的时候 就需要足够强的意识 法则感悟去组合 第一重幻剑是 在预选之前 罗锋在现实当中就已经勉强做到 第二重刺天式 难上百倍千倍 作为刺天式 需要先同时施展出九柄金色幻剑 然后将九柄金色幻剑 凝结为一体 形成一柄金色金剑 不同于迷蒙的幻剑 而是凝结成一柄只有一寸多长的金色针剑 这柄金色针剑威力极大 这时 他有资格称得上刺天 所以 罗锋早就开始尝试 施展出两柄金色幻剑 毕竟只有施展出九柄金色幻剑 才有资格 灵须换为真实 施展出刺天赐 现实当中 我仅仅是恒星级七界精神念识 念力程度不够 无法施展出两柄来 可是 拘泥宇宙中 我的念力是在恒星级九界 比现实中强得多 念力比现实强 施展就更有把握 预想到如今 两个多月时间 无断的苦求研究 在这擂台决断前 已经有把握 实展出两柄金色幻剑 罗锋看了眼前的野人青年 猛然大喝 野人 接招 呼呼 两柄金色幻剑 一左一右 化为两道金色剑红 攻击向远处的野人青年